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六百四十六集 我老公 你为什么喜欢我啊 这个 月牙小妹妹 我有说过喜欢你吗 贝贝 夏流 反复无常的小人 我打你啊 全声咚咚 如同两颗年轻的心跳 她嘻嘻望着她 忽然凑过脸 在那娇艳欲滴的红唇上 轻轻吻了一下 温柔道 不要问我为什么喜欢你 就如同不要问我为什么呼吸 月牙依偎在她怀里 又惊又喜地望着她 长长的睫毛轻轻地抖动 我老公 你说过的情话 在大花有没有出过诗集啊 为什么你每一次哄我 我都幸福地想咬你呢 还是不要咬了吧 你看看我这个样子 待会怎么见人啊 她苦恼地咬咬头 看着她额头 耳根 脸颊 胸前 那一块块鲜明的印记 月牙颇唇一笑 将柔嫩的苏胸紧贴在她胸口 风满的挺翘狠狠压在她胸膛 温热湿润 又软又柔 眼中妩媚的似能滴出水来 我就是要你这样去见人 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 我老公是我的男人 生生世世都是我的男人 那个 多不好意思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腼腆 非常的腼腆 缓缓抚摸着她柳腰上光滑如绸缎的嫩肉 肃软的感觉直到了骨子里 她的言语极其正经 声音却在打飘 那是我否爱你的腼腆了 月牙痴痴轻笑 缓缓拿起她一只做怪的手掌 将脸颊贴近她掌心 柔声道 我的男人 你今年几岁了 她心里又酥又麻 在她身上胡乱摸索着 十六 月牙好笑道 太好了 你只比我大一岁 不会吧 十五就可以长 这么大 这有什么稀奇的 总比不上有些人 十六岁就已经学得这么无耻了 真是个聪明的丫头 林婉容哈哈大笑 在她绣发上狠狠绣了几口 郁佳捧住她双手 将脸颊深埋其中 悠悠道 你的月牙 今年十九了 你不准忘了 忘记你 不如忘记我自己啊 她眼眸微润 默默一叹 月牙欣喜满面 奄然一笑 她小心翼翼地捧住她手心 仔细地看了半晌 忽然嘟着嘴横道 我老公 你感情线为什么这么多枝枝叶叶啊 啊 不会吧 你一定看错了 她睁大了眼睛 急忙要收回手掌 我一向是以感情兼真专注注称的 在大华 那是有口皆碑 人人称的 月牙恼道 这十手相的方法 都是你教我的 我看得仔细得很 怎么会有错 其实是这样 她眼珠子急转 这些吱吱叶叶啊 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 心有酒窍 窍窍玲珑 是最聪明的人的象征 我看啊 你是心有酒窍 窍窍风流才对 月牙依偎在她胸前 薄怒地轻垂着她胸膛 目光落到她胸前那巨大的伤疤上 忽然目光一揉 轻道 这伤痕 你要永远留住 不准你找那什么仙子姐姐 涂抹去除疤痕的药膏 她愣了愣 急忙道 为什么呀 小妹妹 玉珑缓缓将脸颊贴上那深深的伤痕 泪凝双眸又哭又笑 墓中荡漾着水意般的柔情 这就是我给你刻下的记号 留在你身上 也刻在我心里 是属于我月牙的 不管你恨我爱我 我要让你生生世世都记住我 这丫头连霸道都让人心疼啊 林婉容无声一笑 将她紧紧地揽进了怀中 清秀她芬芳的鬓角 弯月下 她的肌肤光滑得如闪亮的绸缎 赤裸的娇躯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就像是上天赐给人间最美丽诱人的天使 缓缓抚摸着那洁白的双臂 丝丝软发撩到人的心里 林婉容轻轻道 小妹妹 你的衣术这么好 能不能让她复原啊 还你如云的青丝 郁佳刷的抬头 瞪大了眼睛瞅着她 愤怒地大声急吼 为什么要还原啊 现在不好看吗 不是不是 林婉容急忙白首 好看得很 你本就是草原上最漂亮的女孩子 现在更是高贵脱俗 就像白云一样的纯净 她狠狠瞪住她坚定地倾道 这是永恒的见证 要是下次你还敢让我忘记你 我便可以寻着她一步一步 不管多少年 不管多少辈子 我一定会找到你 你敢不敢试一试 她鼻子一酸 急忙偏过了头去 泪光营动 你说啊 敢不敢 郁佳目光悠悠 修长有力的玉腿 恼怒地踢着她的双脚 赤裸的风胸 迎风挺立 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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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凸挺翘的身材 仿佛熟透了的蜜桃 我老公尴尬笑了两声 头都不敢抬 这个下不为力 下不为力 月眼抬起晶莹如玉的小脚 在她大腿跟上狠踢了几下 哼道 料你也不敢 那我今天晚上还给你送香汤 你是来还是不来啊 谈判的事还没搞完呢 还有许多细节 郁佳眼中泪珠打转 怒道 好端端的 替这些干什么 我就问你来还是不来 不许犹豫 不许眨眼睛 现在就回答 她扑上前去 纤细的玉纸上下拉住她眼皮 不让她眨动 林婉容急忙点头 月眼才横了身 休息地丢开她 林婉容无奈地揉揉眼睛 叹道 唉 我明亮的眼睛本来不大 现在却被你人为拉成了双眼皮 回去之后 别人该不认识我了 我认识就行了 明天晚上我还送 林婉容嘻嘻一笑 送的越多 我越喜欢 最好送一辈子 郁佳闻声忽然呆住了 她轻轻望着她 脸上分明是欣喜的笑容 泪珠却纷纷地落下 怎么了 不哭不哭 我说的都是真的 要有一句假话 叫我添打雷皮 不得好死 林婉容心中一痛 急忙抱住她 轻轻拍着她滑嫩的肩头 我知道我知道 我都知道 郁佳又哭又笑 紧紧抱住她道 我老公 你会不会永远都记得我 当然了 会不会永远都想我 这还用怀疑 那你为什么不亲我 她一愣神间 两片火辣辣的红唇 也狠狠地咬住了她 月牙似是一条赤裸的美女蛇 光洁的偶臂缠住她脖子 修长的玉腿紧紧贴住她腿弯 完美无暇的双风 在身体挤压中不断变换着形状 她不断地呻吟和嘀喃 又震了 这都七八次了 天都快亮了 有完没完呀 纳兰和香雪 几个突厥少女目光轻疲 羞红着脸颊 又缓缓地跪了下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天色已经大亮 那立在国经线上的宽广龙年 已经沉寂了好久 本色的沙尾终于缓缓拉开 从里面钻出一个人头来 她小心翼翼地四处瞄了几眼 垫着脚正要往外行去 却听几个娇嫩轻柔的声音 同时在耳边响起 拜见大人 啊 她急忙转过头去捂住脸颊 原来是几位小姐姐 昨夜辛苦了 香雪纳兰几个宫女 脸颊同时羞红 我们应该的 大人您辛苦了 我是真的辛苦 她哈哈笑了几声 掀开帘子 极快地向大漠行去 快看快看 那是谁 杜修园惊叫一声 积极推醒身边正在打盹的二人 胡不归睁开眼来 迷迷糊糊地 瞅了几眼风沙中醒来的那人 顿时倒抽了口凉气 那人衣裳和身形衣裙 轮廓也看得有几分熟悉 只是额头眉角 脸颊耳根 脖子手臂 却印着深深浅浅 一道一道的整齐印记 横的竖的正的斜的 个个都不一样 竟是被人生生用牙给咬出来的 没有个几天功夫 只怕不会消退 那一道道鲜红的唇彩印在他身上 浑丝坠上了无数的月眼 我的个妈呀 这战况也太激烈了吧 几个人面面相去 实在是由衷的佩服 林婉容大步走了过来 笑着招手道 早啊几位大哥 吃饭了吗 你们眼圈怎么是黑的呀 要注意多休息啊 休息个屁 要不是我们给你把风 你早被徐小姐给生屁了 还问我为何眼圈发黑 那能是白的吗 无不归望他脸 杜修元看他胸 高求则是龌龊些 瞪大了眼睛 专盯他下路 几个人上上下下的打铃 对他从头到脚的 一排排的牙印 真是无语的惊叹 郁佳的口舌功夫 和他的三剑连环一样 天下无敌呀 林婉容目然一惊 急退急步 高大哥 你眼睛往哪儿瞅呢 老高盯住他下步 黑黑道 兄弟 这些都是月牙的节奏吗 这牙齿咬的 精彩绝伦啊 几个人放声大笑 脸上说不出的银色 林婉容老脸一红 他夜路走多了 自然也不怕鬼 敢笑几事道 哪里哪里 我和大可汗呀 只是商量一下 两国未来的走向 精彩是精彩 不过也很辛苦的 彻夜都被睡觉呢 你的辛苦 我们都能理解 三位老哥纵声嬉闹 还是杜修员 良心好些 笑了一阵 小心翼翼的 回头看了眼 将军 你还是快去看看徐军事吧 他一夜都会走出帐篷 说起徐志晴 林婉容顿时头大了 和月延天当辈地坐床 黄龙月山岗 那胡人女子的真性情 是个男人都会喜欢 只是这一切都落在了 女军师眼里 要说她不吃醋 打死都不会有人信 见林将军 垂着头为难的模样 三个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好知事 徐军师的帐篷 紧挨着他的毡房 昨日沐浴过的木桶 还放在外面 水冷花残 没有一丝的热气 小心翼翼的 在帐外停了半天 没闻见一丝的声响 也不知 他还在不在里面 徐小姐 徐小姐 撞着胆子喊了几声 屋里安静至极 没有人回答 轻轻扶起帘子 只见那简易的床上 躺着一道修长的身影 全身都裹在背中 纹丝不动 他头部走过去 凑到床边 添着老脸 轻患道 徐警师 徐小姐 纸儿 宝贝 不许你叫 遇上他的厚脸皮公事 徐小姐终于动了一下 气脑地甩开被子 侧身对着他 愤怒地冷哼了声 那我去叫别人了 哗啦一声 被子枕头连同着刀鞘 一起飞了过来 徐小姐翻身而起 双眸红肿 苏兄极颤 睁大了眼睛 狠狠地瞪着他 像是要吃了他一般 林婉容低下头 趁势抱住了他身子 偷声道 你不是说月眼可怜 还叫我对他好一点的吗 徐止情愤怒地扭着他胳膊 勒住诉诉 我叫你对他好一点 可没叫你与他无眉苟合啊 你 你们竟还当着我的面 贱福淫妇 无眉苟合 不知廉耻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他一连骂了几声 手伤确实越来越使劲 在他胳膊上狠狠地拧着 林婉容呲牙咧嘴 抱住他身子 在他耳根上吻了一下 笑道 既然徐小姐憎恨无眉苟合 那我和你是有眉的 总可以苟合了吧 徐止情连染红霞 身子顿软 怒道 你浑身都是那女人的味道 你不要碰我 林婉容兴兴应了身 缓缓放开手 垂下头去 满脸的悲哀 可怜至极 他那楚楚可怜的模样 却是更惹徐小姐着脑 他含着热泪 狠狠一口咬在他胳膊上 叫你不碰你就不碰吗 你有这么听话 你这死人 真是气死我了 女人哪 还真是惹不得 林婉容哈哈大笑 将她身子拥入怀中 低头在那香唇上吻了下 得意道 那我们就天天有梅狗喝 狗喝一辈子 徐小姐 纸儿 乖乖宝贝 你愿不愿意 走我老婆呀 这种肉麻的话 也只有她才能说得出来 徐小姐秀脸通红 顿油肿 被捏住了七寸的感觉 遇上这种厚脸皮的人 讲道理 纯属多余 你这些话 与那些美丽的活人客汗 也说过了吧 徐志晴休息中 又有股说不出的酸味 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 她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徐志晴忘了她几眼 忍不住轻横了声 取过身侧的几个水囊 将那清水倒在手掌中 狠狠往她脸上抹去 只是任她力气再大 唇红可抹 那一缕缕弯弯的月盐 又怎能消除呢 瞧她干的好事 这咬的不疼吗 你可怎么见人啊 徐小姐在她脸上拍了几下 又是心疼 又是气恼 那一排排的牙印 没个好几天的功夫 怕是消不掉了 别浪费水呀 林婉容被她搓的脸上的皮 都要刮掉了一层 急忙咧嘴叫道 你沐浴的香汤还在外面呢 我去洗洗就好了 放心 我一点都不嫌脏 徐小姐面红耳赤 身子顿时酥软 你不许再听到香汤 枉我作业还感激她 乃至她竟打上了这般主意 气死我了 那她今天晚上送香汤 你还要不要啊 我是说假如 假如 林婉容赶紧打了个哈哈 女军师瞅了她几眼 又苦又酸 咬着牙道 不仅是今天 明日 只怕还是会送来吧 贱夫 淫妇 徐小姐是李太作媒 林某人亲自应承了的 虽未有美苟合 却已是正宗的林夫人 她骂这一句 乃是正大光明 肩夫低着头 实在不好意思说话 看得模样 她用着香汤 倒是欢乐得很 徐志晴气道 你就不怕 她施展的是美人计 故意用你做出让步 若真是这样 那我施展的 就是美男计了 林婉容无语苦叹 情是双刃剑 对她如此 对金刀可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就如同月牙还是俘虏之时 为求脱身 故意施展了手段来魅惑她 哪知诱敌不成 却把她自己给搭进去了 这本就是一笔最糊涂的账 就算郁佳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她又怎能算得清楚呢 须止情沉默良久 忽然悠悠道 你觉得她会答应你这四个条件吗 她心中一苦 茫然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三天之后 应该就能见分晓了 三天 徐小姐无语一叹 漠然垂头 眼中又是怜惜 又是羡慕 隐隐还有几分嫉妒 若是她应成了 那便是天下第一次惊人 谁也赶不上她 天下第一痴情 林婉容双眸引荐泪光 心神忽然大乱 恍然之中有种感觉 似乎人生最大的苦楚 正在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这两天 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女军师突然拉紧了她的手 温声软鱼 林婉容害了大跳 你 你不吃醋了 徐小姐扶到她胸前 失声痛哭 我吃醋 我当然吃醋 可是吃醋又能怎样 那个女子 她比我苦上千倍万倍 便不说她 连我都想杀了你 你这个害人精 真是害死个人了 我真是人人得而诛之 她咧了咧嘴 想笑 却是泪珠涌了出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